各警队员正赶往恐怖分子老巢 然而刚到半路 就看到远处大楼发生爆炸 可跑到现场一看 这里竟然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而询问了原因才得知 这个恐怖分子竟然在放下炸弹后 便第一时间通知了警方疏散大厅 很显然对方根本就不想到处人命 但这种菩萨心肠的形式作风 怎么看也不像是个恐怖分子呀 见此情形 红都不由地对先前的调查结果产生一丝质疑 原来这并不是近期发生的第一起爆炸案 起初是这个很有实践精神的小伙 为了制造恐怖袭击 在家里偷偷制作炸弹 没想到这家伙还真的挺行 第一次动手就把炸弹造得有模有样 眼看只要小心翼翼的宁井 最后一颗螺丝 他就能收获成功的喜悦 没错 成功地把自己炸死了 在收到居民楼爆炸的消息后 特警小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本以为只是燃气泄漏引发的意外 然而他们很快就察觉到不对劲 因为废墟中遗留大量制作炸弹的材料和铅酸电池 说明这里很可能藏着一个炸弹工厂 只可惜小伙已经被他自己制作的炸弹炸成了渣渣灰 想问他打算做什么显然是不可能了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 连调局的精洁很快就带来了最新线索 原来小伙在上个月因为浏览支持圣战的网站 已经上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名单 而且在废墟中 他们还找到一本野门出版的炸弹技术手册 于是小伙被毫不客气地定性为 试图挑起圣战的穆斯林恐怖分子 而调查他的身边是否还有同伙 就成了关乎城市安全的首要任务 好在小伙使用的这款铅酸电池并不常见 整个洛盛都有货售卖的商店不超过十家 通过调查购买记录 特警小队很快就找到了购买材料的商店 然而随之而来的坏消息是 监控中显示的材料数量远远多于公寓里那些 不过好在监控里还拍到了小伙的共犯 资料显示两个人就读于同一所大学 并且都在一个月前辍学了 虽然不清楚他俩究竟想搞什么飞机 但唯一能确定的是 这个名叫凯文的小伙 是个手握大量炸弹的中毒危险人物 于是洪都带着特警小队一路狂飙 马不停蹄前往凯文的住所歹人 可谁知刚走到半路 洪都见状二话不说 便来到现场查看情况 却没想到这么大规模的爆炸 竟然连半个人都没死 就连防暴小组的技术专家看了 都直呼不可思议 在得知是凯文主动报警提示了炸弹威胁后 洪都立马意识到 他们与所谓的圣战根本没有半毛钱关系 至于他们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 很快来到凯文住所的特警小队便查到了线索 为了安全起见 洪都先让吉姆偷偷翻墙进入院子 随后使用窥禁系统勘察屋内情况 在确认凯文并不在家后 特警组马上便派出了拆弹机器人先行查看 可不料刚一进屋 他们就不慎触发了引爆装置 房子炸了倒是不要紧 但证据没了可就头疼了 好在迪肯发现炸弹的影线足够长 于是他赶紧操控机器人熄灭了火苗 不得不说 这个炸弹做的真是安全感满满 很快克里斯就从一篇论文里看出了端倪 原来凯文和昨天那名渣渣辉都有着极端的仇富心灵 他们认为当今的社会制度已经完全偏向富人 因此穷人只能通过暴力反抗来寻求公平 看样子二人的极端思想和他们的学校脱不了关系 于是宏都利马派吉姆和克里斯去找他们的辅导员碰碰运气 但没想到的是 两个人原本在学校的成绩非常优异 可自从上了一门政治社会学的课程后 他们就变得异常偏激 甚至组织了一场大型抗议活动 反对那些资本家对学校的商学院进行资本援助 而这也是二人遭到学校退学的原因 但他们也只是被捕获的出头鸟而已 真正躲在背后煽动这些学生的罪魁祸首 其实是这门社会学课程的教授马克 为此学校也是相当头疼 一直都在想办法将这名教授开除 然而正当吉姆二人打算去会议会这名教授时 凯文已经在对方的缩始下来炸学校了 因为上午的行动并没有把人炸死 教授对此相当不满 于是特地在电话里叮嘱了几句 凯文本想找间偏僻的教室安放炸弹 可没想到凑巧与正在疏散人员的克里斯擦肩而过 凯文见状把腿就跑 结果一不小心就跑进了一间正有学生上课的教室 看到他拿出了炸弹 同学们顿时就乱成一锅粥 因为一旦他松手连接触发装置 所有人都会连同大楼一起炸成麻花 然而此时的凯文防备心极强 根本就不放同学们离开 为了安抚凯文的情绪 吉姆和克里斯只能听从他的要求 选择暂时退出教室 恰好这时收到消息的红都匆匆赶爱 但刚进指挥部 就得知谈判专家最快也要20分钟才到 这期间任何变故都有可能发生 红都不想冒这个血 于是拥有谈判资格挣的他 决定亲自进去和凯文谈谈 虽然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与炸弹客谈判 可在快速浏览了12名人质的资料后 红都的心中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一进教室 他就提出要用自己交换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女孩 表面是想让病人出去吃他的救命药 但实际上 却是为了测试这小子是不是良心未免 果然在短暂的纠结后 凯文同意放走了女孩 于是红都主动收起了配枪 随后等凯文情绪稳定后 一边缓缓地向他靠近 一边友好的唠了几句社会学术科 凯文表示现在的制度已经烂透了 那些站在财富顶端的富人 骑在穷人的头上肆意妄为 并且无论做了什么都能逍遥法外 所以他要用暴力叫醒大众 让他们看看现在的社会对穷人有多么不公 然而说起穷人红都瞬间就有了话语权 因为自己就是从贫民窟中走出来的苦孩子 但是通过后天在工作上的不断努力 他还是拥有了现在的社会成就 凯文听完故事有点动摇了 可偏偏这世该死的教授又打来了电话 原来他一直在楼顶默默观察局势 看到下面来了这么多特警 他有点等不及了 于是二话不说一个夺命口 想要催凯文赶紧引爆炸弹 可就在他用歪理邪说不断蛊惑凯文之际 特警队的迪肯来到楼顶发现了这个祸害 但没想到这教授也是个狠人 只见他二话不说爬上了天台边缘 然后再留下一个不屑一顾的死亡微笑后 就自以为大意凛然地准备赴死 可不料 原来特警队早料到他会玩这么一手 如今最大的威胁已经解除 红毒终于可以静下来跟凯文好好聊聊 他先是默默拿起一本书 随后一边对着凯文猛灌鸡汤 一边慢慢地向他靠近 此时没有教授的妖言惑重 凯文瞬间就没了主心骨 很快就在红毒猛烈的鸡汤攻势下 非常配合地缴械投了响 最后他跪在地上 不停地说着抱歉 而多亏了特警队的共同努力 文明城市洛盛都又度过了平安的一天